吹水到彩虹 早晨大家好 各位彩虹村的街坊大家好 各位牛池湾的街坊 荔精花園的街坊 平石村的街坊大家好 早8點都未夠 來到彩虹村有什麼趣呢 自己都是對彩虹村 牛池湾一帶相當有情懷 有看我的影片 我都介紹過這個區 有兩三個介紹過那間酒樓 一間宵夜店 今天和彩虹村大家逛街 一早的天色 配合一個 真是昔日情懷 自己每一次回來 彩虹村一帶 都是懷疑無比的興奮 為什麼 我很喜歡看古舊的東西 很多時候網友問我 星星 你那些沙薑粉 有些專業的材料在那裡買 就是在一些特色的雜貨店買 這類型的雜貨店有一定的情懷 很多時候 都包裝在那裡 特別是雞蛋 全部都是散賣的 穿過來這邊 又好像走進時光隧道 一樣 又是一間相當之懷舊的快餐店 大家看看收銀 是不是很棒 很棒 快餐店對面 也是一些很有情懷的雜貨店 那邊 更加有昔日情懷就是這間 我之前下來都吃過東西 大家可以看我的影片 看到金壁酒家 整個五六十年代的昔日情懷就回來了 我自己都很喜歡在那裡吃東西 這次回來彩虹村 那邊已經有人在打卡 這麼早 在北街只是一個很懷舊的區 很有老人家的情懷 還是現在很時下打卡的地方 彩虹村昔日情懷就是 正正穿過這條隧道 就回到現實的社會 現實社會當中 一早當然是繁忙 上班 那彩虹村對面 正正就是牛池灣村 被巴士遮住 當然看不到 走過就沒看到 又穿過一條時光隧道 就來到我身後的牛池灣村的入口 這邊就看到了 我上次也帶大家走過一次 今天帶大家看看有什麼送賣 先看看豬肉 今天是五十多元一斤 又不是很貴 阿姐現在正在修改 在製作豬肉 這邊呢 阿姐又在製作一些 腸粉 很棒 轉過來這邊 都是一系列的街市 我們就慢慢走進去 看看今早有什麼好東西 這邊特別好 為什麼呢 排隊買的 大家有沒有像我一樣 一早過來逛街市 收拾一些好東西 不要走去 我們靠樣子找食 拍不到樣子怎麼找食 台灣菠蘿最棒 鳳梨 鳳梨嗎?台灣鳳梨 是嗎? 多謝你 大家都看到 一早早 八點而已 八點都是這樣的環境 你說怎麼買菜 唐芹也不錯 唐芹也不錯 挺漂亮的 我經常買一些 甘筍 煲湯 這些 沒有泥 有泥 這些叫做台卜 那種更加正 為什麼? 多泥 大家買甘筍 就知道買哪一隻 當然買泥卜 我們叫做台卜 煲湯特別清甜 這裏一系列的乾果 又有合圖 大家知道這些是什麼嗎? 這些是放食樓乾 後面這些 後面這些叫苦瓜乾 一早就拍了苦瓜乾 不知道是拿景還是正興 我們現在走過去村後面 很開心 剛才買菜那裏 又遇到網友拍照 等下吹下水 他問我每次買菜有什麼心水 我沒有的 先下來看看 剛才的鳳梨這麼漂亮 當然買了鳳梨 正所謂三軍未動的糧草先行 現在這些這麼舊式的茶居 都是絕無僅有 來到牛池灣村 就必定你過來試試 什麼都不要管 先找位置坐下 麻煩你 正所謂水滾茶靚 現在還有一些碗 洗一下 對著街上就最棒了 坐下之後 第一件事做了什麼 大家看到嗎? 現在先脫了一件衣服 現在不單靠樣子找食 還要賣肉 大家喜歡喝什麼茶 什麼品種 可以看看劉阿賢 除了喝茶 當然要出去看看什麼食 急不及待 做了叉燒腸 大家聽不聽鳥仔叫聲 多棒 有情懷 蝦餃 蝦餃 叉燒腸 蝦餃 叉燒腸 蝦餃 一路走一路叫 聽鳥仔叫聲 多有情懷 拿完點心當然要吸單 這張單幾錢 寫下了 就在這裡 講戶規矩 針多茶 拿完食物 可以脫口罩 這些都是一些很適合情懷的景象 首先不要說一些很不好吃 因為坐下 你有養鳥 有戶外的環境喝茶 我自己就相當喜歡 我自己來喝茶 我就來這間 如果和朋友來 我就回到後面那間 我晚上常常去吃飯 來的時候也遇到很多網友 吃飽飽 朝著我們太陽這個方向 哪個方向 向凍 我們去平石村那邊 我進來這條巷 相當熟悉 因為我晚上常常在這裡吃飯 大家看到有多少人就知道 我這間店不會再介紹 因為我每次來都沒有位 貼著後面的新樓 回到後面就是村屋的位置 這邊呢 大排檔 再配合一些懷舊非法店 這條巷 是否很有情懷 這條巷 剛才喝茶 又跟長者吹吹吹吹吹 她說你來拍攝嗎 我說是呀 我說拍下一點點 給自己看看 又跟她聊了一會兒 沿路穿出來 向左邊這邊 這邊就是穿牛市灣街市 這條巷 回到牛市灣街市 這條街市我自己是相當熟悉的 因為我經常都在這裡買東西 外面都是一系列的燒蠟檔 今天就不買東西了 上去上高 上來牛市灣街市二樓 二樓主要是乾貨區 還有一條天橋 穿到平石村 就是傳說中這條天橋 對面就是平石村 平石村和右手邊這邊 彩虹村 真的相當有情懷歷史 中間這個 就叫做啟晴村 最新發展的屋村 終於來到平石村 終於來到平石村 中庭的位置 今天一早就很開心 來到這裡吃東西買東西 又跟大家吹一下水 平石村 都是一個相當具情懷歷史的屋村 喜歡昔日情懷的網友 給我一個Like 如果喜歡我昔星 就訂閱我職人吹水頻道 如果喜歡職人吹水頻道 麻煩你加入我頻道 會員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我真的要去買菜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